HELLO,大家好,我是Yanko Thong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其中一件我很喜歡做的事就是飛燈 飛燈這件事都不是近年的事 已經流行了五、六年了 自從人們開始把視光燈離開相機的頂部之後 這件事都成為了一個… 不可以說是潮流,已經是一個習慣 你不可以無災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照片 再看到視光燈插在機上的那些 基本上是… 大部份我都覺得很辛苦 因為那些我們已經見過很多年了 所以就自從我們有人發明了一些不同的器材 幫助我們飛燈之後 大部份人都不停地在玩這件事 在那個 trend 裡面就已經出現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由最開始那些… 我又不是說它最原始 只不過是…它原本是… 就是這麼… 這麼簡單的話就說 但一點都不簡單 就是… Pocket Wizard Pocket Wizard出的就是最簡單的 一個 Transmitter 一個 Receiver 那你將那個 signal transmit出去 然後就刺線 讓那個 signal 可以給到一支閃光燈 然後你就… 一拍的時候它就會閃 相當簡單的 但是呢 就變了這件事你要用的時候 就首先你可能有隻燈腳 然後再裝一件東西 然後你才可以把閃光燈放進去 拆了之後呢 就有這個 Receiver 我又要想辦法裝在哪裏 你搬的時候又不知怎樣 如果你有支 Monopore 的話 它又會掉在空中 所以這個是… 即是其中一件… 不是說它不行 它很好 很穩定 但是亦都不可以控制到這支燈的power 那就一定要… 負責拿著這支燈的assistant 它要懂得控制這支閃光燈才行 還有如果這支燈很高的話 就每一次都要下來 調整那個power才可以升上去 這個就是最原始或者最普遍的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個 Catus 推出的這個產品 它就叫這個產品叫做 V-look V-look 這個產品呢 它是行radio signal的 行2.4G 那麼…也都… 它每一隻都是它叫做 Transceiver 和現在Poker Visa 推出的都是叫 Transceiver 就是每一隻 它可以同時做一個 Receiver 亦都同時可以做一個 Transmitter 看看你放在哪裏和怎樣用它 它是最特別的地方 它在推出兩個最大的賣點 第一就是 只要你用那支閃光燈 不管是甚麼牌子 只要它有 TTL 理論上你刺下去就已經用到 那個 System 是可以對應 絕大部分不同廠的閃光燈 那就是說你放在籠底 連賣出去也沒有人肯要的閃光燈 現在突然復活了 就是你在飛燈的時候 只要刺下去它就可以用到 第二呢 它正在推出的就是它可以在Transmitter上 分別控制四群不同的燈 而每一群可以Manually控制那支燈的Power 我想很多攝影師 你們出去拍照的時候 如果非燈的話 你如果是沒有ETL的話 那你一定要用Manual 每一次你都可能要在一支燈上 調整那支燈的Power 但是現在這套系統 第一就好像原廠的SD3 它可以控制它的Power 也都好像之前的T5和AC3 可以有一個按鈕 如果大家見到的話 這裏它在V6這裏是有一個按鈕的 這個按鈕跟AC3的都是一樣 還多了一個可以轉完之後 按下去是當OK的 即是它這個按鈕是更延遲 那這個就是它這套系統最重要的東西 它可以做到這兩樣東西 不同牌子的閃光燈 以及可以Manually控制Power 不過它有一些東西是沒有做到的 即是跟其他廠一個大的不同的按鈕 它沒有TTL 沒有ETTL 雖然那支燈是原本有TTL 你就可以用到它Manually控制Power的一個功能 但是那些燈全部會沒有TTL的效果 而且它是沒有 因為它始終不是原廠的路系統 就算你用回原廠燈 對應回原廠機 只要過了那個系統 是用不到High Speed Sync 即是說你的快門 不可以超過大部分機來講 不可以超過200分之1秒 或者125分之1秒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OK 但是它最後一點就是 如果你的這支燈是插在相機上面 即作為一個Transmitter 跟著你再在上面再插一支閃光燈下去的話 它跟TT5一樣都是有做過Hot Shoe 一拍下去一鎖 如果下面已經是部相機 上面就已經插完的話 它又有一樣叫TTL Pass Through的功能 就在相機上面插了這個Transmitter 在上面這一支閃光燈 是可以用到TTL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它可以用到TTL 但是除了這樣 其他非燈出了的燈 就不可以用到TTL 每一支燈分不同的grouping 你看到我面前這裡有另外三支V6 每一支分別就是刺了 譬如這一支刺了一支Nikon的SB800 在這支接收器上 就可以由一個menu控制 現在究竟上面這支是甚麼廠甚麼燈 它已經將那支燈的profile 然後進入到這裏 就可以menu控制那些power 在我面前這裡有幾支閃光燈 這支是設定了group A 就是Canon的580EX2 這支是設定了group B 就是Nikon的SB800 這支是設定了group C 就是Canon的600EX 而我手上這支就是CATUS自己的RF60 就是設定了group D 我就這樣放在這裏 我在這裏已經將每一支燈 都已經設定了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menu power 我現在這樣按 你見到四支燈都立即開啟 很容易在這裏就可以 我突然間只想開A 我就關掉另外三支 只開A 那你見到它只是A 或者再按C 那就有兩支閃光燈 這個相當方便的 我亦都可以只將C的power提高 去到二分一 那我不知道看不在這裏 不知道過了機之後 大家看到嗎 但是 我在這裏可以manually控制power 我開了D 就是CATUS那支 OK 開了四支燈 是相當方便了 我就可以控制它的power 就說Sorry 我的B還未開 開了 那我好輕易就可以控制四支燈 這個相當方便 現在剩下的問題是 究竟如果我拿出去真的拍照的時候 它究竟它可以運作的距離有多遠 穩定性夠不夠高 會不會很容易受干擾 那我就希望可以拿出去做些測試 然後就compare一下其他的系統 看看它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我們走出來在街上 就想試一下這套系統究竟是怎樣 我們最主要會做兩個測試 分別有 第一件事我們就是想測試它的穩定性 我們會試CATUS V6這套系統 以及會試Canon原廠的ST3配合600EXRT 接著還會再試Poker Wizard的Plus 3 只試這三套系統 我們主要會試試它在不同的距離 會不會哪一套很明顯 就會有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雖然今天我們沒有尺 我們不會量度實際的距離有多遠 但我們希望在一個真實的環境 在外面周圍會有些欄杆 會有些金屬 會有些建築物 看到周圍的interference 會怎樣影響到我們的測試 今天因為剛剛下雨了 空氣的濕度都相對高 這件事也有時候會影響一些接收能力 出來的效果是怎樣的 我們就等一會一邊看看 已經沒有了 CATUS V6這套系統有幾個功能 我覺得很好 就是它上面有一個LINK這個燈 就是告訴你 其實它是跟那支閃光燈連接了 雖然它有一個好處 但現在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現在告訴我LINK 但我連續拍五張 是沒有一張燈閃過的 燈是完全沒有閃過的 CANON在這裏大約是三四十米的距離 就已經完成了 剛剛我們試了Pocket V10 Plus 3 我們依然在同一條路 剛才我的助理已經走到街尾 來到我這裏 我猜目測大約是二百公尺 開始有點不太穩定 準程度可能只有大約50%至60%左右 剛剛我們就已經試了CANON 和Pocket Wizard都已經試了 來到最後就是今天的主角CATUS這一套 我們來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樣的 好 有一次錯過了 現在我們試這裏 我想沒有二百公尺 都絕對有150公尺 穩定性是到最後那些 有一點… 即是可能四下有一下或兩下 錯過了 但是我現在是直線看到我的助理 Toni 剛才他走過去 可能附近有些金屬 就有一點影響力大一點 但是他現在已經退到距離那裏 因為有欄杆他已經不能再退後 現在決定我會再退後一點 看看會有甚麼事發生 我們這邊退後 中了 我們現在剛剛在浸會大學的 傳奇士藝大樓外面 就是消防局 這條街的整條 我們是由最遠最遠那裏 來到最遠最遠兩邊 我已經頂了場了 穩定性仍然是相當高 是差不多全部都閃光了 只要我中間 因為剛才有一些位置我看不到 那裡我不肯定 但在我剛才看到assistant那些 全部十張都閃光了 穩定性是相當高的 現在我們做下一個測試 好了 這麼快就來到測試的第二個部份了 第二個部份我們只會測試兩套系統 一套就是catus自己的V6這套系統 會連接它的RF60 我看看兩個不同的系統 兩支不同的燈 一個可能是Nikon的SB800 另外一支就是用Catus的閃光燈 RF60做一個測試 另外我會用這套 曾經是我最喜歡的一套系統 就是TT5 Pocket Wizard 它可以在這裏分ABC Group 然後可以Manuel控制Power 我們一樣會做一個距離的測試 以及會看看究竟它是否真的 如實反映我們這裡控制的Power 我會一直調教Power 看看它是否有反應 OK 沒有閃嗎 沒有閃,大部份都沒有閃 OK 剛剛我們正在用TT5做這個測試 現在的距離是大約跟剛才的測試 之前我們用Canon大約在三四十米開始出現不穩定 開始它的Power 即是我調教了它又沒有反應 我不知道究竟是上面AC3出問題 還是下面TT5出問題 但這個我們之前用的時候 因為其實在我們公司TT5 已經退役了差不多一年了 已經是沒有用了,它是放在這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些機件路化 或者什麼都好 以及之前我們的經驗是 AC3是有少許問題的 我們現在測試這個距離 我想還未夠100公尺 但已經相當遠 以及剛才我們用Poker Wizard的TT5 大約在三四十米已經很不穩定 就已經做不到 雖然我剛才說Poker Wizard可能有少許老化 但老實說 因為當年TT5出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在用 的確發現TT5去到一些比較極度的距離 都會有一些不穩定的情況出現 但現在我們剛剛試試CATUS在50米的範圍 反應是相當好 繼續吧,再遠一點 再遠一點 可以了 好,測試就完成了 測試出來的效果都是… 完全是出人意表的 我完全沒有想過會是… 那我就首先說一下究竟我發現了些甚麼 那第一件事我就想說一下CATUS自己這支閃光燈RF60 那論造工、論用料呢 它就不是說特別好 但是以它的價錢對比Canon自己原廠的燈來講 我覺得它絕對是物超所值 還有是它是來自了一個Receiver 那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剛才都說了 你想一下如果我拿著一支Canon的600EX 那你要上到一支燈腳上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就下面要安裝一支東西 就是很多人有安裝整個Adapter 然後再安裝到一支燈腳上 你才可以放在一支燈腳上 但是CATUS它是在這裡有一個 正常我們平時的燈腳有的螺絲位 只要你整支扭下去 就已經可以直接放在一支燈腳上用 還有因為它自己內置的Receiver 那你就不需要任何東西 就已經直接可以用得了 連個Adapter放在一支燈腳上也不用 其中一個我覺得少少美中不足的位置 就是它這個Hot Shoe Lock 這個Hot Shoe Lock 就是扭螺絲的 扭下去迫緊了 就夾死了在這支燈上 其實CANON很久之前的燈都全部是用這個系統的 但是自從去到我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580EX開始 就慢慢就是這個就淘汰了 它用一些Pack 按鍵 就好像這個現在這個CANON的600EX就是Pack 按鍵 相當方便一扭下去就已經弄死了 這個是好的 但是這個轉下去這個其實很多時候 第一你不知道扭多少下才鬆 第二有時候你扭得很緊 你想鬆的時候鬆不到 就好像這支TT5都是這樣的 不過TT5是膠腳的 而它這支都是鐵腳 相對來說都比較穩陣 但是我想這個可能如果日子有功用得比較久的話 這個都可能會出現少許問題 這個就是我對這支燈的初步評價 輸出的光度是相當穩定 我試試的時候 亦都是很光去同支 600EX是一樣的光 所以這個評價都相當高 第二就是真真正正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一套V6 我總數拿了四隻 雖然我到最後都沒有四隻這樣試 但是已經可以見到究竟它的好處 或者它的情況究竟是怎樣 剛才我們在外面試那兩個測試 第一個測試就是它要跟Pocket Wizard的Plus 3對比 亦都要跟Canon原廠的對比 老實說Canon原廠那一套 然後我就用了 由它一出我就一直用到現在 六拍EX和Canon原廠那一套 那是很好的 你又有ETTL 又有High Speed Sync 又可以Menu Control Power 但是我想回呢 我在平時用的時候 我90%的時間都是用Menu的 只有一些很特殊 譬如說攝影環境是改變得很快 我才會用ETTL 當然啦 對於很多不同的攝影外號者或攝影師也好 有ETTL其實是方便我們很多 幫到我們很多 你不用每次走過兩步 天可能不同了 不能返回 然後再弄過 或者你走過一點 然後軟了 你的助手追不及 那能力又要再弄過 是方便很多的 但是對於專業的層面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在一些變化環境那麼大 如果你拍攝影片的話 就沒辦法說 拍攝影片的話 你長期會變的 那個環境 但是如果你不是拍攝影片的話 你所有東西可以Menu做的話 其實它是相當方便 因為它真的一個按鈕一轉一按就已經可以用 這個是相當好的設計 我覺得效果是很好的 那好吧 說回一個測試 第一個測試它面對的是Pokabusa Plus 3 出了名穩定性高 還有傳送距離是軟的 還有Canon原廠這套 Canon原廠那套我用了這年多 老實說稍微軟一點它就不行了 我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 可能是因為一些Radio Signal的不同國家有限制 Canon不敢太大膽 做到那個Signal太強了 可能 那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Canon那套 那接著就是Plus 3那套 Plus 3那套就出名穩定了 但是竟然贏家是CATUS V6 那剛才我們的測試 那條街最頭最尾 那裡是超過250米的 我目測 實際數字我不敢說 但是我估計是250米至300米的距離 而它的穩定性是相當高 差不多張張都閃 那久不久 你去到這麼遠距離 久不久有些不閃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 以及已經完全超出了我們平時Practical的範圍 我想在我自己平時拍照的設置裡面 大部分時間這個Speed Light設置大約是50至100米的距離 對我來說已經很足夠 Canon那套其實在3、40米 在鬧市已經是用不到 但是剛才在那裡周圍有這麼多車 有這麼多欄杆 CATUS這一套反而是最穩定 以及傳輸距離是最遠的 所以CATUS在這方面已經贏了 第二個測試就是要對比的就是和TT5 雖然Pocket Wizard的TT5已經是退役了 但是因為TT5它依然有很多好處 第一就是它依然可以用到High Speed Sync 以及依然是可以用到ETTL 這個暫時都沒有任何其他系統可以讓它做得更加好 但是外國還有一套叫做Radio Popper 都是做得相當不錯的 但是又是很Clumsy 要貼一些東西下去 但是它這一套是它的做法已經是完全像TT5 又是閃光燈在上面趴下去就已經OK 而且下面已經是Hot Shoe 全部東西都很容易做 下面又是有螺絲的 拎落支燈腳已經立即可以用到 這個是很好的 以及它Menu控制的Power 雖然它沒有TT5加AC3那一套那麼方便 但是它都已經是足夠方便 很容易已經可以控制到Power 在現場攝影的時候 我想在我實際應用上 它已經是完全沒有問題 已經是對比在TT5 它是雖然沒有過資 但是是無不及 遠遠是夠用 那麼好了 到了真是moment of truth 最重要的地步 就是究竟這套東西多少錢 TT5就是賣大約是1300港幣一隻 而一買你一定要買兩隻 連賣AC3是賣600元一隻 就是說如果你想控制一支閃光燈 我不管你是什麼牌子 你要買兩隻 即是2600元一隻 再加一隻AC3 即是3200元 大約是這樣 那麼Canon那一套 只是trigger STE3 行的建議零售價是2380元 我應該沒有記錯 G600EXRT 是行的建議零售價好像是4000多元 不用說了 但是今時今日你如果買一套Cactus V6 一隻是建議零售價是55元美金 即是港幣大約是440元左右 是比TT5更便宜 那隻AC3 一隻 然後你如果你有其他時光燈 你要買其他V6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買回他們的RF60 那就已經可以了 那就為港幣好像是1000元鬆一點 我不記得這個價錢我不肯定 但這個我是肯定的是55元美金 因為這個才是今天的主角 而它的功能上是已經超越了原廠 當然有些東西原廠做到它做不到 但是穩定性它是超過了原廠那個 如果你是不是經常都需要高速升 還有如果你是經常都需要 可能很容易可以控制到它的能力 還有你想穩定性高一點的話 我很肯定Cactus現在最新這套V6 我想是暫時市面上一個最佳的選擇 我是Yankov Wong 希望再有機會和大家介紹其他新的產品 謝謝 有一件事不記錯 幸好大家還有看我的Credit 就是我們在測試的途中 我們已經偷偷地聯絡了這間公司Cactus 製造Cactus的這間公司 原來這間公司不是在其他地方 而是在香港的 是一間香港的生產商 請你們大家好我們支持 而且我真的覺得很威風 我們香港人有多了一個品牌 是我們自己 而且是在世界各地已經在買的 只不過在香港暫時是沒有代理的 在街上是很難買的Cactus 我聯絡了他們之後 就很好 他們肯送出10隻Cactus V6 是不用錢的 OK 我們將這10隻分成5個包裝 每一個包裝是2隻 就會送給我們的觀眾 送給我們現在看的影片 想獲得Cactus 就要答對一條很難的問題 然後就要發電郵來我們公司 我們會當中抽出5個答對 而且答得最好的朋友 就會送這套Cactus V6給他們2隻 那問題是甚麼 大家聽清楚了 問題是 究竟你想不想要一套Cactus V6 A是想 B是不想 回答對的朋友 你很快就會發電郵去下面 這裡你看到我們有個電郵 那你發電郵 我們很快就會有專人服務你 如果你是不得獎的話 那如果你不得獎的話 就沒有儲存 你就唯有自己去買 但哪一條都可以買 是有一間工作室 香港是可以買的 那個叫Suga Studio 你們要上網購買 不好意思 另外因為這個測試途中 我公司的同事 已經對它相當有興趣 我們公司肯定 已經會進入一部份 取代我們正在用的 一些不同品牌 我亦相信與其是這樣 我可能也會進入一堆 可能是幾十隻 一百隻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聯絡一下我們 在我們還有最後的消貨 其實那些貨還未回來 如果大家的反應 是踴躍過的 我就可能會進入多少個 如果我的反應不多 我便會進入少數 所以可能很快會全都賣 如果你有興趣 那你第一 就參加我們有獎的問答遊戲 那條那麼深那麼難的問題 如果你是發訊息來 或者你抽不到 你也想買 那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有貨的時候 就會告訴你 謝謝 下次再見